一波魔龍Loop 哈囉大家好 我是怪刀玩熊 今天要給大家帶來一波魔龍loop 然後我今天選擇的射手是井 為什麼是井 因為最近看井好像蠻強的 然後其實一開始我完全不玩井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玩熊不會玩 一開始我的菫的勝率 打了好幾場都還是零 完全沒有贏過一場 然後 之後我就放棄玩菫 我就覺得哇天啊 這個角色我無法駕馭 結果沒想到後來一玩 哇好強喔 結果就一路把他打到現在的勝率40% 希望以後還會繼續上去 接下來我要跟哥德爾去做一件很壞的事情 沒錯 就是把他們的紅都吃掉 反正我們菲尼克沒有後顧之憂 他把他的紅吃掉 接下來那裡吃他的藍也沒有人去搶 然後我們這邊又多吃了一頭牛 哇真賺啊 然後我們就偷偷打小兵幾下 希望他們停下他們腳步 想想他們往後的人生是多麼的美好 不要再往前了 可是顯然他們好像不聽話 畢竟上一波小兵已經做過這樣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他們還是一樣義無反顧的向前衝 當然他們最後的結果就是 死在我槍下 然後我們看到我們哥德爾跑過去了 然後我蠻想過去幫忙 可是這邊有人跑過來所以 我有點害怕我只好先往後拉 因為我血量不足 而且我又看到我們的菲尼克 還有我們的娜塔亞都在那裡 所以我就覺得欸 我其實可以在旁邊晃一晃 然後看時機再過去幫忙 因為這個我其實躲在後面是可以幫忙的嘛 所以沒什麼好怕的 看到菲尼克現在這麼強 就讓我不禁想到 想當初 我剛剛喜歡菲尼克這個角色的時候 因為我看他長得很可愛 所以我剛剛喜歡他的時候 我就存了一筆錢 存了好久好久好久 然後把菲尼克買下來 終於買了菲尼克的時候呢 沒想到官方就把它削弱了 然後我那個時候覺得 哇天哪 怎麼會這樣 我當初還在 他獻民的時候玩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好強喔 我真的好喜歡 我一定要買 因為他長得又可愛又兇 哇 這完全就是 非常棒的角色 結果沒想到 一買下去 天哪 怎麼改得這麼弱啊 啊怎麼打都沒有傷害啊 而且還很容易被人家抓死 然後我就 天哪我心態超崩潰 然後結果他現在 最近 改得非常的強 但是我最近有一些其他想玩的角色 所以 想說菲尼克的事情 先暫時擺一遍好了 不過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也許我就會 把菲尼克排到行程裡面 玩一把菲尼克 畢竟他現在很強嘛 玩一下也沒什麼損失啊 對不對 好我們剛剛在我們聊天的時候 收了 一些 調皮的 對面 然後順便把一座塔拔掉 我們順便把兵線往前帶 看看有沒有辦法再偷到一座塔 不過我看對面那個喜歡偷屁股的人 還在 嘖 好像有點困難 唉唷你看 才剛說完他又來偷屁股 你看 我後門失守 然後我前門也失守 牛魔王衝過來 現在怎麼辦 我覺得我要死掉 啊 死去 好我們現在復活 我們就繼續去做一些壞事 阿菲尼克在嗎 有老大在 還有什麼好怕的呢 對不對 而且我們下路有刀鋒 大家一起刷起來 我跟你講 保證把對面嚇到哭出來 我才要跟著菲尼克在一起 我跟你講 對面 嘖 真的要哭 太可怕了 真的太可怕了 我們看到上面需要幫忙 我就趕快往上靠 可是我們家哥德爾好像快死掉啦 不要死啊 誰說你們可以欺負我們家輔助的 都給我滾開 來 有沒有看過射手保護輔助 嘖 很長吧 應該很長吧 因為有時候 人在江湖 身不由子 有時候我們就會遇到 一些比較不好的輔助 當然我不是說這個哥德爾 這個哥德爾我覺得他玩得很好 就目前來看 因為後面還沒打到 所以我不知道嘛 所以就目前來看 我覺得這個哥德爾玩得算好 至少目前他把我保得好好的 除了剛剛那個頭屁股突然跳出來 然後那邊一群人 突然衝出來圍毆我們 讓我們突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那邊 那個不算 那邊不說 因為那邊 就算他有 再強的能力 我相信 他也保不了我 除非他是皮皮 把我一口 吃掉然後滾走 哇 完美 沒事 所以我們現在 該做的事情就是 趕快再繼續把我們 冰線 往裡面推過去 把他們逼上來 讓他們不要 不要在下面做妖 完蛋 這是牛魔王 真的很調皮耶 可可不要一直過來煩我 我覺得這隻牛真的很煩 每次都往我身上撞 雖然說他本來就應該往我身上撞 可是我還是覺得他很煩 因為我討厭他往我身上撞 第一 他撞我我會彈起來 害我不能動 第二 他的二技能 超痛的 神經病 不要爆在我身上好不好 真的是很煩 我們在這裡幫娜塔亞看看有沒有 他是娜塔亞吧 對 他是娜塔亞 突然 突然忘記他是什麼角色 腦袋有點壞 所以 好 沒差 我們現在 再繼續上來找我們的老大 感覺跟在我們的老大身邊比較安全 我們一起吃這個魔龍 我跟你講 這魔龍不用多久 然後就死掉了 我跟你講 這個魔龍 他的生命 從他遇到我跟菲尼克的那一刻起 他的生命 就等於不存在 我跟你講 現在這個特爾安娜事業等於不存在 你看喔 大家看喔 3 2 1 蹦 掰掰 然後這個牛你看 我都不知道他為什麼喜歡揍我耶 我跟你講 牛就算在彈 你也不要 像 嘻笑一樣往一個射手身上 哇 操 好 好 對不起 我錯了好不好 你厲害 你老大 你是牛魔王 我跟你講 你回家好好跟你的鐵扇公主過生活不好嗎 非要 來這裡跟著 一個愛你森林的 精靈女王 出來 鬧事情 你覺得這樣很好嗎 從弟我跟你講 你這個 做法不對 回去 跟鐵扇公主 好好生活 不要再煩我了 拜託 謝謝 我會很感激你的 我會 在這場戰役結束之後 幫你 按個讚 雖然傳說對決沒有開啟幫對面按讚的機制 不過我覺得 幫對面按讚的機制其實 可以 開起來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你會覺得對面 哇 我這個人打得真的很好 雖然有時候在裡面會覺得 哇 不要過來再煩我了 這樣子 可是他真的玩得很好嘛 所以我們 可以給他一些 鼓勵 對 沒錯 就是鼓勵 我突然想不到一個好詞 然後我們看到這裡又有拐囉 好 過來囉 完蛋了 我覺得我要死了 完蛋 這羅爾每次都來弄我啊 我真的很討厭他 我們跟著我們的刀鋒上去闖江湖 神劍闖江湖 好 不要理我 好 好 我們在這裡繞一繞 看看有沒有辦法 猜一座塔 嗯 嗯 嘖 躲一下 這裡可以嗎 不行 太多人啦 兄弟 這裡可以嗎 哇 哥德爾 你這個蜥蜥很勇敢 很有想法 可是我們還是拆不掉啊 先趕快跑發 我要先回家一下 嗯 還是來偷吃個野怪好了 五個狀態 趕快回去繼續幫忙 他們還依然在上面 他們僵持不下 他們依然在上面 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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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攻魔龍是不是 不要 不要 沒有啦 我要輕鬆兵啦 哇 看我們家老大根本不需要我 對不對 那我們來帶一下下路好了 把兵線給壓進去 欸 哥德爾已經復活了啦 對不對 我們假裝我們沒有偷吃他的籃 我們就假裝沒事 這邊有人要做壞事啊 偷屁股的 欸 哇 完蛋 我們兩個被偷到屁股了 哇 死去啊 沒關係啊 突然剛好輕鬆兵嘛 對不對 很方便的 沒事沒事啊 我藍又被誰吃掉啦 欸 好像飛移股了 我也不知道 嘖 不是欸 是不是壞蛋 我跟你講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對不對 所以 不要亂偷吃別人家的野怪 不然 等下野怪死了之後 下一個死的就是你啊 兄弟 我們來想辦法 盡全力的追一下 看看狗給把這個偷屁股 偷屁股的抓掉 好吧 是做到一個威嚇她的作用 所以好多人 不要吧 那牌啊 真的假的 不要吧 我不管你喔 放你去死了 完蛋 完蛋 我的一個愛心 差點讓我自己重上 葬送了我的性命 我的天啊 我剛才到底要講什麼 我的天啊 剛才已經語無倫次了 我跟你講 這凱撒 看起來很兇對不對 沒有我跟你講 我們家老大比較兇啊 有沒有看到 他在他身體裡面滾來滾去的 啊 這一波應該壓得進去了吧 好 先整理一下兵線 好了 我們家老大在這集合耶 那邊是不是有什麼好玩的 我們過去看看好了 老大想直接壓進去 是不是 上面在打架 中間也沒有路推燕月 哪裡有缺口 欸 上路這個可以拆掉吧 可以吧 可以吧 欸 欸 不是啦 喔呦 匪類你在幹嘛啦 沒關係 我們吃懶 我們大人不盡小人過好不好 好兇喔 找不到那個 黑暗姿勢 唉唷 肥類真的很煩耶 一直吸一直吸一直吸 大家在打架 他在那邊搖呼拉圈 哇 很好 結果一聽到你都被偷屁股 你很棒 然後我們這邊又想辦法來吃一隻 凱撒 這隻吃掉應該可以進去了吧 他們家都破兩個洞了耶 而且我們有這麼 兩隻這麼兇的射手耶 應該可以了吧 快點 教訓他們 等一下他偷屁股的耶 唉唷 沒有看到偷屁股的我都有點怕 好可怕 算了 這波應該壓得進去了吧 應該可以囉 可以唷 噢呦 你看 好的輔助就是該這樣對不對 哇操 人在偷屁股了啊 好痛啊 不要啊 欸 他們死光了耶 應該贏了吧 不是啊 兄弟你們怎麼不拆塔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這種情況 如果我猶豫過的話 幫我按個喜歡 好 我來跟他們溝通一下 真的很調皮 你看 大家也是一陣驚恐 WOW 當我們面臨這種 要贏不贏的局面 就讓人有點緊張啊 沒關係啊 我們先整理独獻 我們 要不要拿菲尼克蘭 嘖 可是老大在耶 拿好像不太有意思 好多人在附近晃來晃去啊 我好害怕 就很討厭那個偷屁股 你看 他又趁人不在 然後去偷屁股啊 這次偷的是房子的屁股啊 不是我的屁股啊 可是 還是 還是偷屁股嗎 哇操 我覺得 納克羅斯應該趕一下 要不然就是出個 出個造型啊 叫做偷屁股的啊 就在那剛剛有幾秒鐘 我就做出了一個 明智的決定 就是拋下隊友 沒有錯就是拋下隊友 因為對方人太多啦 就憑我們兩個 根本打不贏嘛 對不對 所以 那時候最好選擇就是 離開不要下水餃 然後繼續回到線上幫忙支援 他們現在放了一隻龍 在我們的中路 我們繞個路回去幫忙一下好了 反正上面的兵 雖然沒有帶很出去 但是也不至於到家裡來 先趕快回來幫他們好 看看有沒有機會 來一波 大的 牛牛又來了 真的好煩喔 他們家的偷屁股 不知道在哪裡啊 我好怕啊 哇哥的 真的是吸得很棒 欸? 旁邊的是誰? 先抓這隻 哇完蛋 我們家老大被殺死了 哇 偷屁股又站起來了 完蛋 欸? 哥德爾這邊好像 進得去嗎? 應該進得去吧 衝啊 兄弟們快點 兄弟走囉 刀鋒拖住偷屁股 這裡只有這兩隻 好 應該打得贏啊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喜歡的朋友 記得幫我按一個大大喜歡 然後記得幫我訂閱還有分享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